HELLO 大家好,我繼續絕對玩The End 這次回來又打雙打箭 而且因為太久沒有玩,所以我都不記得 整個兩個星期沒有玩絕對玩The End 就已經不記得排隊次序了 一年我記得兩隻都怕地 兩隻都怕地,我先用地震 因為元氣我一定會死 反而我沒有死 雷超照用地震,草成傑 OK 假面長眉,轉一轉 假面長眉我用HELLO加 我用HELLO加 對,他用草成傑 激萬級獸 火焰噴射噴 喂,中 為什麼你們不打雷超呢 高超鴨 反而是用水技 地震魚 地震魚 火焰噴射噴得好,熱水 帝王起了 劍王 先看看他怎樣用 他的招技 他用波阿基斯就對了 我用地震 急凍光線 兩招急凍光線 好 好,靠他打死了 這隻 企鵝 對,炸死了 非常好 那個鷹 衝浪 青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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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電書石很厲害 招木布打臉後 鬼火,好啊,用得好 長耳兔 用衝浪 用衝浪 先招木布 免得打死長耳兔 加密防用衝浪 不,我應該等長耳兔打,馬上被修 對,我不管 痛平分 詛咒娃娃 又用鬼火 壓制 沒有什麼 詛咒 OMG 先 這裡用回一隻 奇耳花 先睡了卡比獸 Oh 我忘記了他有碎果 Hello,家用影子球 壓制 那這裡怎麼打 我已經不知道這裡怎麼打 看看 說文 過了 還有一隻卡波羅 睡覺 OK 這裡都打得痛 OK,Good 還有一隻鷹 這樣就輸了 還會急動拳 頭突打一隻鷹 一招壓制秒 大家都是只有一隻 急動拳 冷枝兔色 龍枝兔色 唉,又死了 嘖 我不想輸 一輸就輸了 我一整萬 但不要緊 要打死的卡比獸 怎樣才可以打死的卡比獸 真的只有奇耳花 這樣說法 來多一波 照樣打下去都OK 不過奇耳花 專為火珠正飯 可惜這隻暈倒沒有這個急動光線 否則好很多 因為急動光線要花很多錢去賺 所以就沒辦法了 好 地震 好 Good 你看看 雷超 再用地震 草成傑 我先殺了電絲 假面牆味就轉用黑露架 對,黑露架 慢慢吸收 火焰噴這個 OK 氣核彈 高超 高超 轉用地震 閃電拳 非常好 兩招氣核彈打他 不是吧 黑瀑布打雷超 草成傑 幸好不痛 哎,麻痺 衝浪 蜻蜓板 近拳擊 做得好 好 幸好他的電鼠還沒殺死 看看 照用 用地震 10R伏特 Good 大地之力 哎,動不了 好 好 還有一隻站了 他有急凍光線 但是他不打 他不打是波克基斯 氣震 好,Good 哇,不打 Good 好,沒關係 奇花 直接用機身總之,載到卡比獸 好,之後 先睡一隻卡波羅 好,不用睡了 好,禿鷹一定要睡 梁鷹 是不是梁鷹 忘記了 好,接著 先走一走 轉回鋼鳥 OK 哇,這次真是大級 不得了 Good 一隻鷹 一隻片射你,小鳥 好 等死了 卡比獸 急凍拳對我來說完全沒有威脅 動彈不得 搞定 好,只剩2千元才能打 我們竟然這樣被人打低 果然很厲害 我還是不服 明明我們先通過聯盟測試之街 什麼 同一個沒有參加聯盟的人聯手打低了我們 你竟然笑我在這裡 說到底只是戰鬥訓練家 還追求了這個聯盟 好像我這些世界華麗大賽為目標的協調訓練師不是必須 作為精靈對戰我跟波加曼都很擅長 我剛才配合不錯,不過實力不差 相信一定可以挑戰關東所有地區 說到關東敷業市最近有一場專門為協調訓練師舉行 即是華麗大賽,讓你看看華麗大賽通行證 不見了嗎 啊呢?我通神譚不是輸包的 不見了 不會是跌到船的另一層吧 之前去過另一層找房會不會不見了 我現在覺得是房裡不見 這樣吧,小神和小光你們在房間,我就去船其他地方找吧 拜託你們 我們去船的另一層找吧 我回去睡覺 不行 好 OK 船的另一層,這裡下去 OK 好,聽一下舊歌 這裡有嗎? 沒有吧,這個呢? 可不可以幫我找朋友,不知道走那邊又走不開 拜託你 你朋友嗎?這個 好難哭 錯了船,為什麼會這麼難受呢? 難受 好 哪裡啊?又在另一層? 在食物裡嗎? 會不會在這裡呢? 沒有在這裡 喂? 哪裡啊? 難道是嗎? 垃圾桶好像是空敵 這裡呢?沒有東西 還有其他地方是什麼 應該沒有 去這裡看看 這裡? 好,大美納不想跟你說話 好,大奶冠 跟我拒一死子? 要打嗎?這個 他說他全部都是普通系 哇 他用的陰謀 水之波動 大美納 哎呀,中指 機關槍 還有王者之官 好 一個火焰噴吃 噴吃你 代龍 棋花 睡吧 睡 睡吧 好 寄身 光合作用 陽光烈焰 Bye 嗨 嘟嘟你 嘟嘟你又用 Hello哥 噴去火 噴太羅 噴去火 哇,石刃 好厲害 龍的波動 哇,居然不夠他快 打他 爆音怪,照打吧 大自燒 會大自燒這麼厲害 噴死你 爆音波 怎麼看我都不會輸 大自燒都還沒死 完成 多厲害 普通的職力 竟然這樣輸了 不愧是通過測試訓練家 我要向聯盟低頭 有個枯葉市特別喜歡收藏這些碎片 好,回去睡覺 這裡有沒有東西呢 你呢 以前都是弱小的訓練家 哦,不是訓練家 不要找我 這些都要打 不要緊,這些應該都不是容易打的 好,哇,氣息腰帶 胡舒舒 衝浪 哇,會大木脫 死小子 爆哦,地震魚 奇耳花 哇,龍帽 我打算用一些屈肌的東西 這個呢 每個人都不喜歡我這種大叔 我打算用一些屈肌的東西 嗯,蟲 是不是蟲 蟲癌 還是水癌 忘記了 還是蟲水 地震呢 地震呢 坎太羅照用 衝浪 暴走 OK 花石魚 奇耳花 養溫炎 好 有一個 學夫 這個時候不要打給我 先問我教 問這傢伙我怎麼教 真沒禮貌 小弟一向都沒禮貌 不好意思 一向都沒禮貌 這個呢 這個要打 他去關東表演噴火 詛咒 一夜浸死你 噴火 再衝浪 火衣貝 再衝浪 唯一王 報恩我用 好 那個東西在哪裡呢 這裡不見有 這裡有沒有有 這個呢 沒有特別 這個 這個 去船上另一層找 還有另一層嗎 應該只有下面那一層 這裡又有雙打 哇 這些雙打這麼沒打 先轉一隻鋼鳥 這裡噴射火焰噴 爆黃花 花飯帽 封切火焰噴 搞定 真的不知道是另一層這裡 但是怎麼找 不是在地上按嗎 還是要先搞定船長 找你嗎 還是你 他那個同伴在哪裡 噢 是訓練教那個是嗎 是不是他 我是訓練教那個 地打對戰 爆炸拳 真的爆炸拳 好 快鋒噴 真是大力鋒噴 揚骨烈焰 Bye 好 OK 回去了 那我就可以下去繼續找他的通行證 通行證 好 我已經好好叮嘱 這個 是找到這裡 爆炸的船長是什麼 剛才在附近找到一個很猛烈的小女孩 因為我是蘿莉空 所以看到幾間 好像撿到什麼很開心 而又跑到船長房 如果不會是 哎呀我邪惡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應該在這裡 應該跌到這裡 但是就找不到 在船長房 真的有個小妹在 船長先生和我一起玩 很無聊 一起玩 你找這個通行證 是不是這個 我撿到了 但是不會容易給你 除非你和我玩竹迷藏呢 嘩 你找竹迷藏 我怎麼知道在哪裡 會不會躲在消防桶上 看我打馬仔躲在哪裡 好 看到你了 傻子 找到了 差不多回去老爺爺 好 玩了竹迷藏 哦 你陪我和我孫女玩竹迷藏 非常感謝你 技能16 好 大感謝你 謝謝你幫我找到這個 壞大錯的通行證 歸還了 高速的樹 是水6號 現底達在這個灰燕碼頭 終於到站了 看著樹已經到了關東地區 我們爬出去 好爬出去 終於到關東了 OK 是 琴音 好 聽說你通過聯運第一次測試 恭喜你 是不是打算來到關東地區拿很多徽章 聽說用了16個徽章 可不可以第二次參加的比賽 通過這個測試之後 所有導管主都必須用真正的實力對待你 之後還有第二次測試 這個測試是頂級訓練家最終測試 因為所有四天獲都會全力對待他們這個訓練家 聽說成都地區目前好像僅僅有七名 其中一個就是吉緊市的靈馬 感覺非常厲害 這些見過是他本人 你真是人緣 真是說 我還有東西要給你 尊我的眼鏡 非常好用 可以提升特攻能力 這個有用 我黑露家用得著 可以說是非常有用 可以說是 這裡是枯葉市 什麼呢 新組 羅馬 根據靈馬收集的情報 青空的石板是被尼古市考過 學家掘礦了 被存放在尼比士的博物館 所以 我們新組下一個目標就是青空石板 知道了嗎 小孩子們 新組的理想 我們大搞一場小弟 海濟羅樓大人 我們出發 OK 即是新組依然在尋找石板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下集繼續繼續玩 The End 是嗎 拜拜